许多民众拖着篮子 里头满满的都是夹到的战利品 在夹娃娃机店里 夹到的不是娃娃 而是吃的零食 满满满好夹 但是花的钱也不少 大概一个人四五百块这样 饮料都满好夹的 然后还有一些 因为它会摆腔味 对 就比较好夹 过去的夹娃娃机 常常摆放着玩偶或是一些用品 如今转型掀起另一股风潮 摇身一变 变成夹零食机 里头满满的都是吃的 吸引不少大小朋友来小试身手 然后零食就夹了 大家可能会非常想吃 娃娃可能就是长灰尘 然后又过敏 比较麻烦 机台上张贴着各种食物效期 还有根据机台的难易度 以及摆放的商品分门别类 一颗心最好夹 两颗心有点难度 以此类推 夹娃娃机的常客 也大方分享许些技巧 怎么夹最好夹 最基本的就是左右顿甩 都是前后顿甩 所以顿甩就是突然 突然你改变方向的时候下爪 爪子会有惯性 会左右左右这样下去 造成你食物上来的时候 它不会内丢 反而会外丢 这样会离洞口比较近 由于食物大量批发 相较于其他物品成本价格比较低 因此机台设定不会太困难 小朋友也比较容易夹取成功 业者指出 主要以亲子客群为主 可以看到许多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子来玩 其实一个部分应该也是说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吃零食 这个就是大家都 每个年龄层都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它会跟一般街边的 机台里面东西的设定有所不同 零食娃娃机店 它是比较适合小朋友来玩 因为它比较容易简单出货 整间店满满的人潮 饼干 糖果 饮料等物品 都是相对实用的 这种形态的假娃娃机店 越来越多 想必已经掀起一股 夹林石风潮 记者潘志光 装收听高雄采访报道